詠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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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 詠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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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 那是乙游济缸的功夫 乙游济缸 以下时间我们看看 叶俊师傅和徒弟和我们示范 泳出的动作 用于实战时是如何 这个叫做45度摄位 摄到这个位置 我就占到很大的优势 所谓优势大 就是我两只手能够打到对方 而是对方的这只手 根本就无法打到我 假如他缸粗要打泳的时候 通常他会怎么做呢 就是用力压我 但是我的力已经吃死了他 他无法去压到我 如果缸粗来的时候 然后呢 这里最重要是把手黏住床 脚45度摄着脚 右脚 站45度摄着脚 肩45度摄着脚 90度 这支手最重要是走到90度 用脚踩打对方的膝 在冬队上中心服用脚踩打对方 手要摸起来 我专门掌握上去 我只是提示在这个动作 来调整一下 最后一方的手要批如果这些手要批 Veer 然后,我将写上 这种饭是用捆手 变泡泡手 从内门进去 当我发觉对方一摊手推标我的时候 我就地中 进来 最后一式的泡泡手 是流胸进泡泡手 这一式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动作要做得流畅和熟练 鞋要放进去才会产生威力 这就是按手放鞋 所谓按手就是烧对方的直脚 烧了对方的直脚之后 摄马进去攻击对方 这次最重要 就是要手脚配合 才能够发挥了应有的威力 这次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拿手 拿手 要做到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一只手要封住对方的针 否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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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针 会打到自己 所以一定要封住他 第二个 拉去的力 不是刺激 而是向下挫 使得他更容易失聘 第三个 用了力 用了力之后 要放手 如果不放手的话 你什么也做不到 好了 做完三样东西之后 很多东西都可以打到对方 第一个 可以在这里掃 第二个 可以打伸头 第三个 可以直接打在这里 第四个 可以用杂 第五个 可以用杂 第六个 可以用权 最后 可以用牌竹 这一式是拿手的联集 拿手一只手握紧对方的手腕 另一只手是要握紧对方的手腕 用力是向下拉 完成动作之后 最重要是放手 看完梦仁章的动作示范 和实际的应用之后 师傅我想问你 练舞之仁 经常给人的印象就是 喜欢打架 很耗用斗狠 不知道你是怎样看 我认为任何体育活动 特别是搏击 最后的决定 根本最重要是心理质素 反而是心理质素 所以我们练拳的时候 一开始 就一定在心理质素培养它 即是在开始的时候 叫他不要服有压力 如果他不断在这裏培养它的时候 他自然的功夫就会学得好 即是说 所以说没有压力 就是不要经常挂着去打人 也不要怕被人打 用平常针去对 不断去锻炼住机 除了功夫学得好之外 住机的随时 遇到任何事情都会减压 能够减压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 特别不要做到好用斗狠 应该就是学到修心阳性 这是学武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单是运用在记忆和技巧 运用在生活上 都是要修心阳性的 是 谢谢师傅 好了 今次我们的泳春系列 很多谢叶掌师傅 为我们的讲解和示范 希望各位观众 在生活上 和在记忆上 都可以遇到另外的境界 多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